一同自贯穿雅院会主题歌曲 同爱同在杭州雅院会倒计时 距离开幕不到一个月 除了赛事内容引人关注 各国选手吃什么登上热搜 表皮自带光泽 油热量肥滋滋的东坡肉 成为选手选项之一 亚运主办方近日提前对外公布 具有江南特色的行邦菜 包括送扫鱼根 东坡肉 龙井虾仁 金葱 鲍牛肉 蒜香乐牌和小炒肉 完美展示浙江特色 不过有些配方也有所不同 像是龙井茶就被替换成香菜 因为茶叶有咖啡因 这个可能会涉及到 食言性分解 所以我们进行改良 考虑选手状态进行饮食调整 目前馆内熟食 常温 冷餐区都已经准备好开餐 为了让各国运动员有更多选择 餐厅还提供东亚风味 南亚风味 中东风味等多元餐食 甚至还加入必胜客 KFC等素食 各种选项应有尽有 我们亚运会的主要的食材都已经就位 这样我们就可以等着运动员到位 各类客户群到位 我们就可以提供餐饮服务了 食材精心搭配满足各国各区运动员 亚运将在9月23号登场 共计40个运动种类 482个运动项目分别在54座竞赛场馆 以及31座训练场进行 我国共派出524位选手将从9月15号开始陆续出发 希望能在赛场上取得佳击 记得综合报道